脸上挂着笑容 亲切和街边民众大招呼 欧洲最美公主 西班牙莱昂诺尔公主 10月31日迎来18岁生日 在民众的欢呼声下 前往西班牙议会宣示效忠宪法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莱昂诺尔公主在父亲 母亲 以及妹妹的陪伴下完成宣示 据外媒报道 莱昂诺尔从出生起就被寄予厚望 接受王室教育 一路朝西班牙未来第一任女王之路迈进 还有高饼业者制作西班牙国企图案的 杏仁海绵蛋糕 让民众免费享用 莱昂诺尔今年5月 才从英国威尔斯大西洋学院毕业 现在正在军校接受为期三年的军事训练 西班牙王室经历前任国王贪污 等丑文后名声一落千丈 不过在菲利普六世和王后雷蒂西亚的努力下 逐渐重拾民众的信任 莱昂诺尔更是身负重任 让西班牙人民对王室又充满希望 记得综合报道